那我目前在九州提到的高速公路 騎車上高速公路是什麼樣的感覺 第一個 當然大家都還在講動力夠不夠 日本的高速公路普遍速度平均是多少 最主流的是80 80 寫80 然後也有就是小車是100 實際上大家不見得會招數線開來 我看是加20 600060我騎到70的時候我還是被超車 對而且是很普遍的被超車 然後基本上也不太聽到會有人按喇叭 然後你有時候呢就是在路口你要轉彎 你覺得你沒把握不轉 後面的也不會 不會 然後最後啦日本的車道 即使在高速公路 好像車道還是比台灣差 所以我也希望台灣趕快開放 法令多通過10年了啦 現在還不開放真的是 真的 你不開放你永遠沒有進步的可能啦 好不好 我們現在是在日本的長崎港這一邊 那我們這一次是用租車的方式租了一台 Course 然後還有一台XMACE 不過這台是250 好這個還是2020的版本啦 那我們已經騎了大概三天了 那我目前在九州提到的高速公路 騎車上高速公路是什麼樣的感覺 第一個 當然大家都還在講第一個問題 對動力夠不夠 日本的高速公路普遍速度平均是多少 最主流的是80 80 寫80 然後也有就是小車是100 東京 還有就是伯多 就是福岡市區的話 可能是70 對 就高價的話 還有一些是60 實際上大家不見得會招數線開來 我看是加20 目前60我騎到70的時候 我還是被超車 對 而且是很普遍的被超車 好 那所以呢 其實在日本大部分 他們我看大概都是加10到20在開 我記得取締的那次確定的話是30 就是那個 你不要真的說60開到超過90 而且他們取締其實 也不是直接 不是很嚴格 應該講說他們會跟在你後面 對 還有一個測試的機器 對 他不會說 我今天看到你 91馬上就攔下來 而是他會跟在你後面 確定你是用 91行航一段時間 他才會把你攔下來 好然後再下一個我們來講什麼 行車規定的這個很重要 大家要記得聽 我們台灣人認為的高速龍路的話 就是他會有一個綠色的標誌 對 那這個綠色的標誌就是 所謂的自自車道 對 那在日本的話 只要是超過125CC的幾個 就算是自動車 那就是腳踏車 行人 還有 像這種125的 以下的 圓附 50CC 100 125 就不能進去 那超路125 就算是 那你就是自動車 好 那再來我們就來講就是 登板車道 一些規定跟大家講 好 是 他的英文會寫 Total traffic 就是說 你是比較慢的車的話 那他會出現在左邊 比如說 我們假設有兩個車道嘛 我現在這個是 左邊的車道 然後右邊是超車道 對 然後左邊又多一個車道了 它寫 對 它寫燈板車道 那所謂燈板 燈就是爬 板就是坡的意思 對 就是台灣的爬坡車道 對對對 然後注意看在左邊就是 比方說我是載很多貨的 對 大卡車 我真的很慢 我爬坡真的很慢 那他就有一個可以讓的車道 對 讓車道 那我順便講一個 這個其實算是美國的 然後台灣其實也是類似的 但是在歐洲 比較少 我不敢講沒有 但是我真的沒看過 那歐洲你知道像這種爬坡道 他們怎麼設計嗎 他們沒有爬坡道 他們是所謂的超車道 就是 你所有的車 它會原則讓你往右邊 你知道嗎 在日本就是往左邊導引 好 導引到外側之後 它在內側會在 是多一條 然後可是 在日本跟美國是 外側多一條 那你知道差別在哪邊嗎 差別 好差別在 別人有一個很大的安全 安全重點 第一個 那種最大的慢車 尤其是這種通常大卡車 通常都是視野最差的 它如果變換車道 你是不是增加它的風險 你本駕還要再換回來 對 你會增加它的風險 對 所以我個人其實是比較喜歡 歐洲的車道 超車道 對 那還有一個 我自己這幾天發現 有一個特別在高速公路要注意的 就是追撞 我們在市區高架的道路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有發現 它的那個 如果今天是右彎 然後右邊又有那個隔音牆的話 它會把車道全部往左拉 然後裡面做超化 那視野就會變得好很多 就是讓你比較從外 同樣的 你如果是往左彎 然後它的車道就會靠右 然後超化在內側 但是我們發現 在日本滿常會有一個狀況的 通常在下交流道的時候 你下去的瞬間 它下去的時候 它那個視野很差 然後可是等於你開到靠近的時候 你才發現 XX裡面塞車 是 然後你就撞上去了 而且我們真的就有看到一台追撞 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就有看到一台追撞 所以在日本下交流道的時候 我目前看到普遍視野不好 所以它就會寫很多追途註意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 到最基本上可以算是 倒數第二個收費方式 日本它比較 比我們還早開始ETC的收費 那所以它們的系統也就比較老 對 那它們的方式就是 要有一個以前的那個車上機油 對 我們以後我們也有 對 要有個機器嘛 然後差ETC卡 那沒有的人怎麼辦呢 就是它有一個一般 還是有人工收費的 對 或者是要自己付錢的 像我們這兩台車 雖然它有ETC卡 它有ETC卡 機器 但是沒有卡 我們沒有卡 所以其實我們一路上是有 有錢 要拿錢 要付錢 好 那你其實到那邊 你說真的 我覺得在這一點 跟最後一點是一樣的 日本人的行車 你真的好 它不會按你喇叭 不會催你 對 然後你就慢慢掏錢 對 然後我順便提一下 我有發現一個 就是它們有一些是 下交流到付錢 然後還有一些是 在高速公路上 會一段一段一段 然後還有一個是 只收零錢的 對 所以 其實說只收零錢 它鈔票還是收 它應該有付錢 只收現金 對 我們昨天有走一轉 基本上都是只收現金 對 但是 但是我個人就是覺得 所以你如果在日本開車 不要太依賴ETC 因為 我發現它們還是有 只收錢的 有有有有 對 對 鄉下比較多 對 所以你身上還是要準備 還是要有錢 大概是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行車禮儀 我個人在那邊Diss一下日本 就是它們到目前為止 好像還沒有把 白天開大燈這件事情 列為強制規定 我說真的 我也很討厭這件事情 連下雪都不開燈 下雨起霧 因為它都覺得 早上就不要開燈 對 日本有這個觀念 對 可是你知道嗎 在瑞典1970年代 他們就開始 就是開始實施全天后開大 是啊 那我跟大家講一個 全天後開大燈這件事情 在當時在瑞典1970年的時候 車禍率下降了25% 死亡車禍下降35% 就只是開大燈這麼簡單 連台灣開大燈的比例 還比較高一點 對啊 我們就是比方說山路 或是快速道路 到處公路 你可能就是開著大燈 對 但是日本就 他們就覺得 白天不開燈 而且他們你會看到會開燈的 通常都是那個 自己的全自動的 然後不然就是 還有我覺得可能貨車卡車工作的人 職業的 比較願意開燈 對 可是一般真的比較少 對 可是好 那最後一個我覺得 反過來要講一個任何還不錯的 就是 你如果匯入的時候 他們真的會很浪 或者是我想要換車道 對 他們比較會所謂的就是 夾鏈式 對 就是一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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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前車優先 對 然後基本上也 不太聽到會有人按喇叭 對 然後你有時候呢 就是在路口你要轉彎 嗯 你覺得你沒把握不轉 後面的也不會 不會 對 我真的覺得在日本 開一車騎車 他們就是很有讓的這個 對 這個觀念 然後最後啊 日本的車道 即使在高速公路 好像車道還是比台灣在 是 對 這個就是 所以自然的他們的速度會比較下來 好啦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跟大家介紹就是在日本騎 155 Force這台 跟XMAS 在高速公路上騎車的感覺 所以我也希望台灣 趕快開放 法令都通過十年了啦 現在還不開放真的是 真的 你不開放 你永遠沒有進步的 進步的可能啦 好不好